历史三个月 全方位展示天国二号空间实验室的发射全程 零距离解密航天五小时的经典细节 军事近视记者走进九泉卫星发射中心 探寻中国航天人的追梦之旅 挫折 压力 难题 它如何应对 又如何在挑战中再创辉煌 军事近视本期播出 远望天宫第二集 2016年7月4日凌晨一点 繁忙的兰州北汇运站正在编组吊车 年轻的车长纪晓俊坐在自己的车下 向通行记者追忆起几年前的一段往事 他说那一次我们如果就发现就听出来了 他听出来了我就立马出去了 他就掏了五百块钱吧 掏了五百块钱就贿赂我 就是你们这钱的时候 你们给你三十万去吃吃喝喝 这个时候我就解决了 他说我想也没想 我就立地回报了 一个这是啥呢 一个这是新的东西 然而谁都没有想到 最让季晓俊担心列车被撞的事情 却在说话的功夫再度在眼前上演了 轻客之间 车站工作人员和季晓俊导臣齐聚特色 共同查探遭受了重新的电影车 这铁铁没车怎么能撞 师傅你过来一下 这车的太过干啥了你知道吗 他这个坐在哪地上的呢 第二位吗 这 你这个小孩一起 你再别说话了行不行 你这个列检是看货车的 也不是看客车的 这究竟是一趟什么样的列车呢 猝不及防的撞击 为什么会让大家如此紧张 把这个压住了 压住以后这个卡在往前走 把他转 他也得走 他不走的话 一旦发生这个翻车的事故 可能会造成上万人的失伤 整个这个城市将会陷入这个毒气的笼罩之中 绩效军艺型所押运的 是一趟执行特殊使命的列车 车上所装载的 是为即将发射的天空二号准备的助推燃料 偏二夹井 偏二夹井是一种威力强大的推进剂 剧毒 易燃 易爆 强腐蚀 特殊的化学物质给它的运输 保管和储存 带来了一系列困难和风险 也使得机晓军艺型在提运的每一个环节 都小心翼翼 如如薄冰 二十几天前 按照航天任务的发射进程 九泉卫星发射中心特展供应站的三名押运员 季晓俊 赞学良和马涛来到南方某省 为天空二号弓箭实验室提运燃料 有着十二年押运经验的季晓俊 耽纲了本次特中押运的车账 赞学良 三十岁 为人积极 胆大欣喜 从军十二年 执行特装押运任务四十一次 具有非常丰富的特装押运经验 这个团队你们是检查手和检查手的 主要检查手的 就是说用手 摸你的手 没有拉手 或出来的探索力 就是说所谓的探索手的一个抵件 这么大一个东西看不见吗 每次处运燃料前 押运员都要对储罐进行细致的检查 裂纹 纤维等细小的东西 都会成为他们的检查项目 密封的燃料储罐内门热异常 从事特装押运工作 整十年的载学良 已记不清这是第几次进入灌体内 我们的每一项工作 每一个举动 每一项或者说每一项这个措施 都是为了这个安全 航天是一门高精尖科技 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出现丝毫插错 检查完储罐 经验丰富的载学良 坚持要求厂家更换转住管过滤器 检查转住管道是否干净 2012年在为神州九号提运燃料时 就是这个毫不起眼的小部件 曾令载学良费尽周折 但是随着第一车还算重要 然后第二车的时候 就是时间就变成三十分钟 然后第三车的时候 就变成每车就变成三十五分钟 所以说它是一车 时间比时时间长 那么我们用的压力都是一样 采用的方法也一样 流程也一样 那么就通过这个时间的一个变化 就会当时产生一个疑问 但一个疑问 你就知道为什么每次 时间就是往后地缘 最后打开一看 在那个整个玻璃网上 命运麻麻的一层 有这个机械杂质 黑色的一个就是机械 在摩擦我们产生的一些机械杂质 载人航天对火箭的要求极高 故障率必须控制在千分之三以外 如果火箭使用了这种带杂质的燃料 发动机极易出现故障 造成发射失败 赞学良不得不改变既定的形状 待在厂家清洗车惯 吃一欠 掌一致 正是有了四年前的惨痛经历 这一次赞学良坚持要求厂家 在转注前更换转注过滤网 并对转注管道做细致的检查 一切检查正常 如同清水般清澈透亮的偏二夹井 才能转入草车 偏二夹井 剧毒 吸入后容易对心肺功能产生致命性影响 所以转注工作必须要有防护符的保护 三天后 九十吨燃料顺利转入两节草车 押运手续也从军带处半途 直等着火车站的发车通知 在等待发车的间隙 季小军和展学良对车辆设备 做了最后一次详尽的检查 他们要排查处理掉一切故障 以防补测 马涛是一名入伍才两年的新兵 这是他第一次外出执行任务 尽管热情好学 但押运的很多经验 都需要两位老兵手把手的教导 以老代新 一直是特装押运工作中的一大传统 九泉卫星发射中心特燃供应站 是中国航天系统唯一的一个 特种燃料处运周转中心 担负着为九泉 西昌 太原 海南 四大发射厂提供火箭燃料的任务 押运业务非常频繁 就在季小军的车辆即将启程的头一天 厂家迎来了九泉卫星发射中心的 另一组押运人员 几个月未曾蒙面的几位战友 在饭桌前一坐 气氛立即变得活跃起来 轻松的气氛感染着每一个人 就连平时不善言辞的季小军 也变得话多起来 比你休一次家不容易 一两年就能一个多月价 配送的时间也是 我们对军人说 就是一两年就一次家 配送的时间回来的时候 但是你突然接到一个地方来 他比你有点委屈 媳妇把我送过去 到车站我一会儿哭哭啼啼的 但是我也吸引他手 我也抓到车 有时候我的应该也就下来 那没办法 毕竟我们装在这方面 确实是有点失明 2016年6月29日 装载着90多吨染料的特装驭车 从南方偶厂家出发 进入纵行交织的铁道网 季小军预计 他们至少得用一周的时间 才能抵达目的地 走完全部6000公里的路长 有静止到运行 列车上的各种装备都会发生变化 加上燃料在储罐中 是用高纯氮加压保护的 车辆的晃动 更容易让阀闻松动 裸帽脱落 裂闻加深 但特种燃料的押韵 必须绝对安全 一颗小罗帽的脱落 都有可能引发泄漏 甚至爆炸 季小军和载学梁 要不时地对各种仪器设备 进行检查 首先为呢 就是一为二看 三点 我自己总结 一为为就是有没有味 我们这个东西一旦泄漏的话 它是能闻到味道的 就是第一个 第二 二看 看了 就看了这个 螺丝连接处 法兰 法门 包括这个 就是这些阀心 这些部位 它是不是漏 我们这个东西依然 一漏的话 这个变化就增加了 那么就检查 看在上面之后 它要漏的话 它会有这个 液体渗出来的感觉 一摸之后 当然我们工人 就直接用手去摸 是吧 它直接观察 这块就第二个要看 第三个就检查 检查它风度 就我刚才说的这些 各个发文 该关的是不是要关了 是吧 该开的是不是打开了 检查我们这个 二次一边 这个触关的一个状态 吨位 温度 压力的变化成功 压运兵 常常三人一组 常年奔波在万里铁路线上 压运时间 有长有多 短的只需一月 长的则够大半年 有时甚至超过八九个月 流动的车厢 是压运人员的少贵 更是他们流动的家 尽管一路上处处小心 但麻烦还是与他们不期而遇 特装车辆刚是进某车站 铁路工作人员就找上门来 原来铁路部门 几天前才出台一则新的规定 客车的通风口一面 不能和另一节车厢的 闸盘面相连 纪小军一行 并不知道这一规定 但他们这样做 有他们的考虑 现在是三节车 对啊 他说中间要加一 说行 这个车我们在办手机的时候 都是说这个车座连贯 不得节点分离的 我们这车里面你再加一个别的车 虽然 站长也觉得 车辆目前的编排方式 并不影响行车安全 但因为下级有报告 上级有民门规定 他不能擅自做主 到郑州那边去 还是把它扣一下 扣这个是 这个是防止式 对 一到铺里面就好 你觉得吧 现在这边就不用 再搞你 一会儿都再搞你 经过协调 生活车最终被编到 两阶货运槽车的后 特装列车继续上路 漫长的亚运路上 亚运兵的吃 住 学习 娱乐 全在车上 小小的空间 就是他们的全部天地 常年奔波在 秒无尽头的铁路线上 思念就会像 雨后的竹笋一般 疯狂生长 对暂学量来说 亚运途中的思念 可能永远都带着一份 心酸和愧疚 半年前 母亲患癌 妻子独自抱着年幼的孩子 陪着母亲 在悠长的医院走廊里 度过了2015年 最为寒冷的冬季 当时我心里感觉到 特别酸楚一点 就是我媳妇 带了孩子 带了个小孩 去年的小孩不到两岁 晚上我去陪她的医院 当时给我发张照片 就在医院的走坊里面 就抱着小孩睡着了 那种感觉确实的 比如说我们人在外面 我们做一个押忆员 不是说这个时间 不是由你来把握 当时我去看那个画面 媳妇抱着孩子 坐在床里面 当时好像今天有点冷 就抱着就睡着了 也不能陪在身边 也抱着什么 那种无能为力 其实好像我觉得是 一般人可能体会不到 年轻的马涛 才刚切除亚运 她还不了解其间的干苦 其小军和载薛梁 都是老鸭运兵道 他们的准备相当充厚 即便没有机会补充其养 他们剩余的 泥 面 水和土豆 也足以再维持整整的一周 2016年7月3日深夜 特装车辆到达兰州本站 兰州北站是一个 规模较大的编组站 东进中原 西区新疆的富裕列车 停满了庞大的车场 西区的列车 几乎全是在这里 完成编组才上路的 兰州距离九泉卫星发射中心 行程不算太远 作为车长 姬小军感觉胜利在望 正当他高兴地 坐在清凉的夜方中 接受采访时 节目开头所描述的撞车事件 就猝不及防地发生了 当时我站在车下 然后就说在那个车旁边 然后站着 那时候就已经感觉到 这个声音非常非常大 就感觉车就晃了一下 然后就剧烈地锁又摇晃了一下 就是说立马 就是说我就要吸引着 就咯噔一下 我说这怎么吊车 怎么动静还这么大 那个铁鞋 我们这个 通过后边 已经通过尺去量一下 它的高度 大概12到13厘米 应该说非常高的一个高度 整个轮子就翻过去 他们打了个证明出来 我们也看了 就是那个操作人员 他是误报了9米 一下车转机比较大 越过铁鞋 转机在那一下 车就停了 就再不敢让他走了 就是越过铁鞋以后 我们的车向前滑行来 也就是1米5的距离 吊车的时候 接触 两车接触 速度过快 装机过猛 如果一旦发生 这个翻车的事故 可能会造成上万人的死伤 整个这个城市 将会陷入 这个毒气的笼罩之中 尽管车站工作人员 一再强调 这样的撞击 虽然很意外 但不会影响 车辆的正常运行 作为押运人员的 纪小军等人 却喊不放心 它发现铁鞋以后 那么它是铁和铁 碰在一起 铁和铁碰在一起的话 那么会不会 产生一些内伤 会不会产生一些内伤 包括它铁的内部 有没有一些细小的裂为 这都是我们无法预测的 你外观看的是车是好的 但是你不敢劝你车里面 是不是有什么事 转机转机的时候 约我铁铁正在那一下 所以说就是这个 我们也不敢撞泡着 他们也不敢撞泡着 因为是这个车周必须得烫伤 从凌晨1点50到凌晨5点 双方就撞机所产生的后果 和处置办法进行交涉 最后经铁路检测部门认定 撞机并不影响铁路安全运行要求 特装车可以继续上路 2016年7月6日 列车抵达距离九泉 卫星发射中心最近的一个车站 从这里开始 特装车将驶进全国唯一的一段军管铁路 铁路的尽头 便是高大雄伟的测试大厅 和载人航天发射塔 在那里 偏二夹井燃料 在经过一系列严格的检测后 将被注入火箭 运送天空二号 进入泰国 历史三个月 全方位展示天空二号空间实验室的发射全程 零距离解密航天五小时的经典细节 军事计时记者走进九泉卫星发射中心 探寻中国航天人的追梦之旅 挫折 压力 难题 他们如何应对 又如何在挑战中再创辉煌 军事计时下期播出 远望天空 第三集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